嗨 大家好 我是卡布大叔 對 大家看到那個背景有點不太一樣 沒錯 我又來到泰國 這一次呢 也是因 Holly Davidson 台灣總統那裡 泰國的邀請 來參加他們的DRT 這個試乘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有被邀請過來參加 本來今年呢 是要邀請其他同事來 大叔小平台的機會讓給其他同事 但是 泰國那邊說 覺得還是大叔出來 可能比較適合 他們的產品的定位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體型 還是年紀的關係 到底這一次DRT體驗 會跟去年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剛剛看了一下 車單 那會有我們最新的 在上個月 台灣剛剛發表的 Row Glide 跟Street Glide這兩台車 那他們也說在 Dirt 就是Adventure的部分 可能 2024年的機種上面呢 會有一些改變 所以他們也準備了2024、2023的這個Pan America 1250 然後讓媒體體驗 然後感受一下 比方的差別 好 那不然怎麼樣 我要建議Street 大家 掰 這是他們的BUR 賽車廠 看到沒 滿有趣的地方 那今年 那今年 2024年 Hardy Davidson DRT 體驗 他們選在 曼谷的東南方 巴泰亞這個地方 這一次的規模我覺得更大 因為他們住了一個更大的賽車廠 那這個 車廠 好像總長2點多公里 那今天會有 在這個賽車廠上面的一個 賽道體驗 然後公路的體驗 那他們的旁邊 我剛剛有看到他們有所謂的 土路 的部分 所以今天 應該會非常的精彩 而且天氣 我希望今天看 可以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雖然我們在看到 氣象報告說 今天 巴泰亞這邊會有 暴雨 好 但我們還是希望 老天爺也可以給我們一個好的天氣 那我帶各位看一下 這一次 Hardy Davidson的2024年DRT上面 把他們所展出 給媒體試乘的這些車輛 好 讓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車款 包含了去年我們測試的 Sposter S 然後 這些公路旅行車 好 那他這次有24年的model 跟23年的model 好 可以看到公路的 這些系列 可以讓人覺得 哇 應該很過癮 這個是 他們換上 耶 Nike Y 看來今天的體驗應該很有趣 去年好像沒有到這個台 他們當然也有米其林的 ROD系列 這也是標配的 如不同的 開款 但可以看到這個應該23 有點興奮 一個是這次的車款 大叔覺得比上一次的去年來的更多樣的話 那當然 哈利爾他們今年呢 推出了這個 ROGELILE跟STREAKELILE 兩個全新的 算是旗艦款的 公路旅行車 而且導入很多新的東西 譬如說有地大燈啊 然後 TFT 儀表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棒的部分 但到底實際的騎乘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要看今天 可以好好體驗 而且可以把這個 帶給未來有想要 入手 這兩個車款的車主的一些參考 我想這也是哈利德普省台灣 邀請大叔這次來到 DRT的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好 那到時候 就看 實際的騎乘性的囉 好 好 今年呢 多了一個 Swarron 繞追的體驗 其實就是 前面繞追 然後直接抵沙坪之後 再進行一個繞追 主要就是在驗證說 哈雷車輛的運動性 那我覺得 主辦單位就是選的 Nexter Nexter Special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因為它算是哈雷車技裡面 比較針對操控 來調校的車款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傾角 OK啦 以街車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可以的 特別是哈雷 等一下 我們還要再去 道路 然後賽道 跟土路的部分 氣象預報是說 有70%的 有70%的 雨啊 我希望是不要下 但土路下一點雨 沒關係 因為 第一個 Membo會整第二個 更好玩 對不對 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個體驗即將開始 好 走吧 有20%的 現在 中間 是 有2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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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提款 下一個 終於結束今天賽道騎成的部分 第一套暖身騎的是 Sportster SE150 採用了與 Pan America E150 Special 相同的 Evolution Max 隨便引擎 雖然引擎相同但感受完全不一樣 Sportster SE150 在扭力的部分和 Pan America 做出區別 扭力很強加速很爽直線上的 Sportster 跟火箭差不多 但認真的說大叔實在無法駕馭的車款 熱身完畢接下來就是這次兩輛頂貴公路旅行車款的心得 在台灣剛剛發表的 Roguelite 跟 Street Glide 官方價格分別是 184.9萬 與 179.9萬 先來談談 Roguelite 好的 這次試乘的公路與賽道大叔剛好選擇錯誤 公路試乘時騎的是 Street Glide 賽道試乘只是 Roguelite 雖說兩者在動力車架上大致相同 只有在外觀與部份車位上有差異 但光是手把高度就讓騎士三角和過彎感受也不貼差地回饋 高手把的配置讓 Roguelite 在極限行進的舒適度大本增加 但是在過彎的靈活度反倒是低手把的 Street Glide 比較好 只能說兩車的設定較為不同沒有誰比誰強 從外觀來看大燈與剪頭罩是兩輛車最分明的地方 Roguelite 的鯊魚頭造型又更具侵略性 LED大燈與日行燈營造出更多的科技感受 在中控部局上除了保有哈雷的傳統風格外 還保有置物的便利性 當然與舊款最大的不同就是超大尺寸的 TFT 觸控液晶螢幕 手把總程的控制也變得相對複雜些 整體來說操作性還算不錯 相較於配備大叔比較想要聊聊騎乘的感受 主辦單位有準備舊款的 Roguelite 跟 Street Glide 讓媒體交換騎乘 比較之後我只能說 無論是在引擎的順暢度與變速箱的結合上 都比舊款來得更好 特別是在電控系統的加持下 在這樣下著大雨的路況很難自意的開油、剎車 但新款的電控讓人更能放心的去操駕車輛 很難想像重量高達368 以380公斤的長軸距車款都如此靈活 當然要論靈活度的話 Street Glide 還是 Roguelite 還能再好一些 畢竟 敵手把對於操控還是有正面的幫助 另一個要說的就是置物空間 Roguelite 在儀表兩側有左右兩個手套箱 而Street Glide 則是位於儀表下方設計成類似抽屜 雖然沒有辦法像 Roguelite 那樣可以有較大的置物空間 不過用來放手機、旅遊空氣也是剛剛好 大叔自己是對Street Glide 的設計較為青睞 但整流罩與大凳的設計是 Roguelite 深得我心 配備的部分就不多說了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我們的文章會有較為詳細的敘述 小小總結一下 如果你是喜愛長途公路旅行 沒有在市區穿梭 Roguelite 較為適合 而如果你是著重操控感、好山以及快速道路多的 可以選擇Street Glide 不過還是建議親自去展監試試 最後 DRT 也是第三年舉辦 大叔去年就提過 希望哈雷台灣也能在台灣舉辦 DRT 活動 這樣可以讓有興趣想接觸或是購買哈雷的人 透過這樣別出心裁的事成增進購買的意願 好啦 我是大叔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記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我們明天見 掰掰 veces能不出心 estavam在 disgust 下次再見 Até 好 我覺得 farewell 飛機 ole 下 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